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草坪上等待着它 黑夜里我听见了非常恐怖的铁鞘声 我很疑惑 家里的花匠是不会半夜三更种植花草的 我决定去看个究竟 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的尸体 他们躺在阴冷的泥地上 我们的叔父和一个长得跟母亲一模一样的女人 正在梨花树下掩埋他们的罪 爹地 爹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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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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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哪儿 快点 追来了 快呀 我实在跑不动了 要死就死一块了 你胡说 活下来才有希望 我求你了 滚 快快快 你往那边跑 我往这边走 你多保重 好好好 快 小姐 我可找到你了 奶娘 小姐 奶娘 奶娘 小姐 奶娘 我们需要活下去 更需要保住你的命 为了逃避追杀 我不得以夏佳荣家 做了四姨太太 我们需要活下去 一年后 我生下了一个孩子 为了让你能顺利地进入荣家 我精心地布置了一个局 在刘济珠宝行门口 少爷 我们自表自演了一出绑架案 少爷 少奶奶 少奶奶 少爷 被人家买了 我让奶娘把孩子抱走 我假装遭遇狮子之痛 显得神志不清 然后 我顺理成章地在一条小胡同里 把你捡回了荣家 那你的孩子在哪里 他离开我不到三天就被害了 为什么 杨允娃和那个妖孽 不肯放过我们 派杀手找到了奶娘的家 他们杀死了奶娘和我的儿子 当初 我怕你身上那把银锁 暴露了你的行踪 故而把那把刻有你名字的长命锁 带在了我的孩子身上 他遇害的时候 那把代表你身份的银锁也不见了 想必是那冷血杀手 拿去妖宫请赏了 实际上 我也不明白 那一晚在我们家发生的诡异事件 到现在我都想不通 为什么那个妖孽 和咱们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又为什么咱们的亲叔父 他居然就是灭门的杀手 我真的想不明白呀 当初为了保住你的性命 为了保住父亲唯一的血脉 我恳求老爷 让你跟着大少爷出国留养 八年了 我以为我们已经淡出了 那帮恶魔的视线 可是没有 没有啊 他们现在又发现我们了 阿楚 我害怕呀 我真的害怕 你还是跑吧 我不要你报仇了 我只要你活着 你活着 你活着比什么都好啊 阿楚啊 我不是你甘宁 我是你姐姐 四太太 你相信我 相信我 我一定会查清事实 激励回原真相 嗯 两少爷 我马上下来接小姐 好的 你怎么没穿我送给你的西装啊 我上班要穿军装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管 我就要你穿 就要你穿 好了 别闹了 让阿英看笑话 饶了你也可以 说 你爱我 这句话啊 你从五岁就开始叫我说了 有意思吗 没意思啊 那没意思 你还叫我说 好 就是因为没意思才让你说的 那你要我说到什么时候 说到 有意思的时候 我出来的真不是时候 我爱你 再说一遍 我爱你 我爱你 拜拜 容处 二十五 你要我说什么呀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给你 是 爸 你怎么回家来了 你不是说今天晚上 要在真机队职业班吗 没事就不能回家吗 你想问什么你说吧 我又看见了 你不是第一次看见 你是在真机队干久了是不是 把自个家庭的隐私 都当成探秘一样 变成乐趣了 我今天我真的 我真的想再问您一次 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的母亲性格孤僻 每天每夜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我的父亲 您从小到大 您就把我往外推 反复好像我离您越远 您心里越踏实 我八岁那年 您就送我到寄宿学院 十四岁那年 您就把我送到日本东京 过着半宫半读的生活 在我二十岁那年 我悄悄地从帝国大学跑回来 和您一起过个春节 结果呢 您一巴掌把我打出门 您不觉得 这样的一个家庭 有多么的不正常吗 我很抱歉 关于你五年以前 那一次离家出走 我深感内疚 我不知道母亲 为什么会如此冷漠 悲伤 甚至是痛苦 我只想要给这个家里 带来一点快乐 就像是普通一顿晚餐 大家开心地闲聊几句 哪怕是些虚假的也好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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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听了 我也不想说 我想帮您脱离困境 困境 什么困境 无极之谈 我杨玉百现在是要什么有什么 银行 股票 赌场 马场 应有 尽有 这些不重要 不重要 您太过于在乎名利 我今天问了你 我可以把所有的名利去掉 您是不是被人威胁 你再说一次 爸爸对不起 我向您道歉 我是您的儿子 作为一个儿子 不应该勉强父亲 说出让他失去尊严的话 可是阿刺 你真的是很厉害 你把我的心都看穿了 你把我的心都看穿了 准确 而又 灵力 您的痛苦 全都写在您的脸上 你 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我哥哥他 真的死了吗 阿盈 阿盈 上次阿刺送我那法国香水 放哪儿了 香水 不都在那个香水盒子里的吗 找了 没有 你看看皮箱里 你不是皮包里 好 我知道在哪儿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了 真相只能说一次 我告诉过你 小的时候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 你说他生下来三个月就夭折了 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病死的 不是 不是病死的 是被人害死的 你说什么 二十五年以前的往事了 二十五年前 你的母亲还很年轻 喜欢浪漫 我呢生意太忙 应酬过多 当然我也不否认 我曾经演脸花惹草 逢场作戏 你的母亲是一个嫉妒心 很强的女人 她不允许自己的丈夫 不愿雷迟一步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 无休无止的家庭战争 那时候我很累 很不愿意回家 你母亲跟我们家里的 一个姓韩的司机 你应该听得懂我话中的意思啊 他们做了对不起杨家的事 我绝对不能再容忍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 爸 本来在一个爱情的世界里面 就没有人可以描绘得出 她真正的轮廓 或者是形容出一个准确的颜色 你母亲她是爱我的 她出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 要报复我的人 挽回我的心 分享我的爱 可是情 被玉给淹没了 二十几年前的一个 没有月色的夜晚 你的母亲跟她的情夫 点起了蜡烛 在老宅里优惠 他们饮酒作乐 大醉酩酮 然后他们去了花园的佛堂 去寻求爱的刺激 就得他们走后不到半个小时 老宅出事了 落地的烛火引燃了整个楼房 熊熊烈火吞噬了你的哥哥 还有你们的乳娘岳嬷嬷 老宅 儿子 大火的那天晚上 你发高烧 医生让你留在医院里面住 你逃过一劫 后来等天亮以后 我找到你母亲 她还在她情人怀里高枕无忧 等她醒了之后 发现这一切事情傻了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从此以后 她就得了间歇性精神异常疾病 这就是 您让我从小离开家里的真正原因 我觉得你是一个懂事名理的孩子 所以我没有篡改病因 因为那是一个 让人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 您能体会我这种苦心吗 那您一直一直就这样瞒着我 一夜之间 可怜我 儿子死了 妻子疯了 老宅子烧了 我当时 我都觉得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那个内心的那个痛 到今天没有办法抚平 你能感受我那种痛苦吗 你母亲也一样 她永远就让她自己记忆停留在那个 是 毁岸的空间里面 不肯原谅她自己 二十几年 她身居简出 以泪洗面 活活地哭死在罪恶的阴霾里面 所以 所以我们举驾 迁到了上海 对 我觉得这样做对大家都好 如果 爸 我说如果 我亲大哥还活着的话 不可能 初儿 是我亲手把她下葬的 大晓鑫 这也是你哥哥小时候身上带的东西 你搁小时候的衣服 二十几年了 他一直跟到我身边 就是因为这个一念不舍 就是因为这个一念不舍 二十几年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母亲 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爸 爸爸 别太走怪自己 是我的错 出动您的伤心往事 可是 我今天 的确 看到了一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脸 我无法解释 无法释怀 我甚至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我无法面对 如果说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人 我也想亲自去看看去 我也想亲自去看看去 阿淑 阿淑 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呢 少爷 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我睡不着啊 仿佛回到了八年前 想过来 堵物思人呢 少爷 你想喝点什么 来杯酒 好啊 你往那边跑 我往这边走 你躲不好住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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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害孩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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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bergine 夺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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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我求求你给阳家留一个后把 你千万不要伤害他 我求求你 孩子啊 孩子啊 杨家有后了 我搜查了他的行李 没有任何发现 你马上启动备用电台 和上级取的联系 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 是 报告李组长 电波消失了 马上给杨副官打电话 叫他回来 是 怎么样 上级指示我们 共产国际派出的秘密特使 已经出发 一定要保护好特使的安全 知道特使的行程吗 不知道 电文里只有一句话 人在旅途 能在旅途中巧遇哲学教授 真是不生荣幸啊 幸会 对 美国有着超级的实力 虽然盛行孤立主义 但国际地位仍然很高 可以说 坐在准裁判的地位 你认为远东局势如何 远东危机 岌岌可危 局部战争 已经拉开了大战的帷幕 是啊 像我们这些 东奔西跑的买卖人 最怕的就是 天下不太平 这本书 你看了很久了 它可是本禁书 别说 我没提醒你啊 你从不看禁书 看 都是哪一类啊 普通男人 我看的那一类 不瞒你说 这本书是我在济南进货的时候 一个学生在黑市都收给我的 经典版 1888年英文版 我呢就把它买了下来 旅途劳卷之时拿出来读读 顿有清神爽目的功效 为什么 因为它富有极强的号召力 和战斗力 这可不像一个商人说的话 是啊 你是哲学教授 这话该你说 好 老板 请到餐厅用餐 特地为二位准备了西餐 有上好的牛排 好 请吧 我 好 好 嗯 嗯 走 走 杜先生 很高兴认识 杜先生 追 追 追 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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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外边还在下雨吗 是 你不喝点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下午 有人用枪植入我的头 对着我说 要一枪毙了我 然后他就抠响了扳机 枪就响了 那你一定很恐惧吧 对 我不仅恐惧 我怕死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自己是那么的怕死 像个谈小鬼 阿楚 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回到平静的 我也怕死啊 你不用为此感到羞愧 更不用强迫自己如此的坚强 你是人不是神 有人说 死亡的威胁 能够使人变得勇敢 变得聪明 但我心里面很乱 很矛盾 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站在万人高峰 孤立无援 也许 早晚注定的 没有有价值的东西 全是日用品 楚泽 毫无所获 不 收获很大 此人自称是大学哲学系教授 可是他随身携带的 却是一本医学书记 而且 经常用钢笔写字的人 食指和中指有凸起 但他没有 我仔细观察过 他的食指内侧 有明显的斜向痕迹 这说明他经常使用 外壳缝合线 所以 他的真实职业 是一名外科医生 刚才他能成功逃脱 又告诉我们 他不仅是一名外科医生 他还是一个特工 一个 嗅觉灵敏的特工 你来看 看 美国用备牌电池 法国香粉皂 牙膏 牙刷都是日本货 用来包毛巾的报纸 是德文版的 人民国家报 他所有的日用品 都是临时准备的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 他的真实处罚地点 只有那张报纸 可以证明他的来路 此人来自苏联 共产国际 可那是一份德国报纸啊 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并且向苏联刊发 就像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 同时向各国刊发一样 他从苏联出发走得很匆忙 他怕暴露行踪 特意拿了这份德国报纸 来报他的日用品 与改迷障 我原以为 这次从英国学证归来 会给我的生活 带来一些改变 改变 生华还是浮华呀 你今天晚上怪怪的 四义娘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显而易见不是什么 忠君爱国 我今天遇到一件 很怪的事情 该怎么说呢 匪夷所思 前所未有 或者说是 难捕其凶的一件险恶的事情 我 我无法释怀 无法面对 那你能告诉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想说就不要勉强 你不想知道是什么事吗 你想告诉我的时候自然会说 我看到你今天这个状态啊 就想起了当年 你大少奶奶走的时候 我的状态 那天也像是今天这样一个风雨夜 她显得非常地安静 暗响 但她的内心极度地虚弱 我至今想起那悲惨的一幕 也是难以释怀 阿楚 你不一样 你内心很坚定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要相信自己 初作怎么判定他是功当 我原以为 他只是一名隐藏身份的医生 可是当他看到我手中的这本 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他的眼光就显得很特别 我告诉他 这是经典的1888年英文版的时候 他的眉毛微微上索 因为他知道 经典本是1884 不是1888 他想说 但他最终忍住了 共产国籍 为什么要派一名医生到上海来呢 是为了某项医学研究 做科学间谍 照这样看来 这个人是一个异常危险 又很关键的人物 他是一条链子 如果你想抓住某一个 梦寐以求的细节 你就必须抓住整条链子 只可惜让他给跑了 希望能缩短 我们跟他见面的时间 著作的意思是 我们的目的地相同 也许目标也相同 您是知人 雷霆计划 那么如果有个人 有目的的 有预谋的 去杀一个人 那那个人有罪吗 你如何确定 被杀的人一定有罪 有罪的人和没罪的人 都是在同一层面上的 罪孽是可以转让家伙 而谋杀只是邪恶 无论你是否假借正义之名 那中国人有一句话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你 你找到你的杀父仇人了 那你很想杀人 不想 有人逼你杀人吗 没有 你有没有坚守过你的信仰 有 有 是什么 就是杀人啊 杀人和杀人 那可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您说得对 我现在就在这两条道路的分界口 我迷失了做人的方向 少爷 我现在很痛苦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需要你的帮助 路是自己走的 方向也是自己选择的 人的一生 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应该活在光明里 而不是仇恨中 如果你选择了仇恨 你的生命 将会永远丧失光芒 你在荣家 可是唯一一个光明主照的人 有时我还期望你光明的盈余 能够多封给我一杯羹呢 阿初 阿初 保持善良的本性 做一个真诚的人 永远保持住 只有在黑暗中行走过的人 才知道光明的可贵 但是我无法逃避 我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 还从未见过你如此的惶恐惊骇 我虽然不知道在你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敢肯定 你很痛苦 如果现实 真的残酷到让你无法逃避的话 那你只好设法远遁了 远遁 嗯 少爷 你要跟我走 什么时候到上海 凌晨五点钟左右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出座可以小些片刻 好久没见阿次了 你想他了吧 也难怪 阿次是出座的得意弟子 我想他见到出座一定也会很高兴 那倒不一定 你知道吗 他私下里在刘云谱那儿抱怨说 杜吕宁没有人性 我专门调阅了他一年的工作报告 自信满满 妄图狂言 我唯一担心的是 但是阿次的嗅觉是否依然灵敏 跟刘云谱一起待久了 再敏锐的嗅觉都会退化 谁该好好敲打敲打他了 哼 亮子 过来 祖宿 杨副官来了吗 来了 在哪儿 在后院 后院 有什么新发现吗 太残忍了 一时两命 你不会告诉我你蹲在这儿研究了半天 就是为了要跟我探讨一下生命的价值吧 你掐断了一条价值千斤的线索 说来听听 男人右手食指上有明显的劳解 证明他是报务员或者是收发报 女的呢怀有孩子 可是身材匀尘 肩宽有力 证明他一定练习过拳脚 他有可能就是他丈夫的下线 地下党交通员负责输送情报 苏苏 恭喜你啊 一夜之间破获了地下党的一个小型机关 继续说 继续说就有些刻薄了 我愿意听 你完全可以将他们夫妻秘密逮捕 然后利用他怀孕的妻子 要挟他丈夫 名其得失 祥其厉害 从而将这个小型机关收为紧用 等他们的上线自投罗网 可是你偏偏选择了一个就地审讯的方式 你看到他妻子怀了孩子 你就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我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可是没有想到 这次出了岔子 你没有想到这表面软弱的妻子 会拼死抵抗 别动 别动 你居然蠢到开枪 你可知道 枪声 会告诉左右邻居这里出事 你现在能幻想的是 就是他左邻右舍里面 没有一个是共产党 现在唯一能补救的是 第一 清理现场 如果是独门独户 这个步骤就能瞬间完成 修复门窗 设法恢复现场 第二 怕一男一女 两个有经验的手下 二十四小时待在房间里 开着窗 但不能太靠近窗户 所有活动都在那房间里 让人感觉这两口子 还是甜蜜地生活着 接下来就要看运气了 不只是运气 刻不容缓 你当副官屈才了 等待祖座你的提拔 跟我去真厅室 是 这位使用的 我把宋家带给了 只剩下 route 你看到哪里 都能够走 那今天还能够走 你都能够走 你以后 她以后 我我告诉你 把宋家带出来 下一步怎么打算 他们 还是我们 他们 有两种可能 第一 有新的决策 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启用备用电台和新的母本 可以提高安全系数 第二 纯粹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有实现的更新密码和交换电台 那我们呢 精兵检政 话里有话 你不觉得 针基处处长的位置 虚伪以待吗 作战部的人说了 司令部对祖座的才华颇为赞赏 谣言 无风不起浪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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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怎么回事儿啊 快受 车 快 przew 快 扒 车 快点 快 慢慢走 快 走 快啊 快 走 快回来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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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怕 啊 千万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 老长都不行了 一万别着急啊 怎么了 阿慈 这不刚打电话的吗 我儿子现在病重 在医院里输液呢 那你赶紧去呀 我 我走不了啊 那 那李新红天天看着 我 我现在要走了 他 他不得把我吃了呀他 别说了 赶紧去吧 这里有我 谢谢你 阿慈 回来 阿慈 阿慈 你没跟我开玩笑 我儿子真是病重 你 你带钱了吗 这肯定不够的 拿我的去 赶紧去 谢谢你 阿慈 别婆婆妈妈的 快去吧 赶紧 我走了 谢谢你 谢谢你 阿慈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报警吗 大太太 为什么要惊动警察呀 我最讨厌警察上门了 不就死了一个丫头吗 那是她自寻短见 又不是我们虐待她 这是谋杀 谋杀 阿初 这种话 可不是随便乱讲的 昨天晚上我跟红二 还在一起说笑 她根本就不可能是自杀 你保证 我保证 你能保证什么呀 你有证据吗 张嘴胡说 万言红二是厉鬼缠身呢 说什么呢 给警察局 韩副局长挂电话 报警 谢谢大太太 出什么事了 红二吊死了 四太太当时就晕过去了 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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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走 你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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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 干娘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啊 干娘 怎么了 鬼 鬼 没有 没有 鬼 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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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干娘 没事 我杀猪 我杀猪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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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猪 我杀猪 阿楚 没事 阿楚啊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不是说过让你跑吗 我们不报仇了 你活着 活着比什么都好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都走了 他们都走了 我亲眼看到他们 安静地躺下 我保证 他没走 没走 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他们都在这个屋子里 他们都在这个屋子里 他们走了 走了 我在这里 所有妖魔鬼怪都不会靠近你 没事的 我保证 相信我 没事了 洪儿 洪儿在哪里 洪儿在哪里 洪儿她老家来人了 说她家里有事 回去看看 等她有空了 就会回来 没有 四姨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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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长发鬼 长发鬼 长发鬼她送来的 长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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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干什么 老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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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的交通员 报务员 昨天晚上 专专业 老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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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专专专专专业 的休息日 她的休息日 就是她的行动日 要劫住她 阿初 我觉得 应该给四姨娘 找一个精神科大夫了 是该找一个 我看我也该看看了 你很疲惫啊 不可窒息了 为了什么 为了突如其来的空白大军 为了填满我毫无预知的答案 我所想要的答案 都隐藏在大小姐的笑容里 阿初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你所谓的答案 就隐藏在你身上 你只是不肯面对 抑或是你 贼喊捉贼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刚一回国 你就把这种未知的罪名 扣在我身上 不是我 是真基处 那你把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希望你有事情 因为我是你的家人 我觉得你在建立一种忽心的气氛 也许是吧 不过现在看来我没有成功 因为你没有对我说真话 大小姐 我对你说的全都是事实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你在参与某种神秘的组织 你对我的试探 是来自于 必须要得到什么该死的 雷霆计划 阿初 别胡说八道 大小姐 我在担心你呀 担心什么 如你之前所说的 你是我家人 我不想你有事 谢谢 你回家问你父亲了吗 什么 我父亲他 好了好了好了 你难以启齿就不要编了 什么难以启齿啊 这是保持一种神秘感 自己的影子都走到跟前了 还用得着保持神秘吗 我猜啊 他芭城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算了算了 父辈的过去 咱们就不要再讨论了 我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家族故事 不感兴趣 什么乱七八糟的 说谁呢 我问你 你有办法知道 共党备用电台的大概方位吗 缺少设备 还有公共租界范围太广 你总不能像南京那样 实行分区停电 祖祖 你怎么回来了 家里没事吧 没事了 谢谢你的钞票啊 祖祖 我来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 你 昨晚荣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们家的丫鬟上吊自杀了 丫鬟 你 您听我给你分析啊 您说这荣家大少爷刚刚回来 这丫鬟 就上吊自杀了 这里边 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猫什么腻猫腻 我看你是猫尿喝多了 战地战相 站好了 他死前 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昨晚还好好的 大家都一起吃饭来着 还划拳唱歌呢 没准 是 是原鬼找到他了 他有继续吗 我们作丫头的 有什么钱 是女鬼 来找替身了 等等 给我就行了 换一个事 好 好 散开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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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他妈的小子 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您都报害 都报害 不给你计较 快滚 没看见 看什么看 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小机关被破获了 人呢 牺牲了 谢谢 老狱希望你 以后的行动 不要超出自己的工作范围 你去 就行 或错了 你帮你收拾 好 杨处 霞飞路上 有一家云海美术社的 专属画廊 你把这幅优画带去 明天我要看到它 挂到这个画廊 最显眼的位置上 少爷 您重选一幅吧 您看 那边的镜物画 都要比这个好啊 好 我这就去 不许给老板钱 不给 不许撒谎 我从不撒谎 小心着点 去吧 小天呀 你不会怪我吧 退职了整整八年 少爷 我忘了跟你讲了 要是老板真的是 有眼不识金香玉 那怎么办 那很好办哪 你就在画室门前站一宿 不用回家了 那 少爷 你看啊 你这幅作品啊 我怎么看也算不上 是一流的作品 要是 替你搁在墙上 根本就无人问津 老板 我 我怎么跟你说好呢 你说 不许给老板钱 老板 我老是跟您说好了 不许撒谎 不许撒谎 这边请 老板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画这幅画的人呢 不是我 画这幅画的人 这幅画的人 早已经死了 年轻人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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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同川共渡的青年男女 他们 一直是那么的恩爱 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只希望 这幅象征着 爱和回忆的画 能够挂在您的画廊里 让蝴蝶重生 换起爱的重逢 好吧 年轻人有这样的情怀 难得呀 这样吧 我们会考虑把您的作品 挂在我们厅里 最显眼的地方 谢谢 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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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跟我说话 你是 我姓荣 荣 我们见过面的 你不记得了 上海火车站 简直太像了 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你是故事的男主人公吗 你想知道答案吗 一起喝杯咖啡 为什么不呢 你得罪谁了 每次碰到你都这么倒霉 我这儿是这样 化疗又是这样 你以为我小 说不定是冲你来的 冲我 呸 闭嘴吧你 走不走啊 走 走啦 喂 喂 哎哎哎哎 你慢点 慢点 哎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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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小姐 干嘛 干嘛 我教育你 你这个倒霉鬼 感觉我动手动脚的 我哪儿动手动脚了 我是看你脸上有灰 想帮你擦擦 真是好心美好抱 就算我脸上有灰 我也用不着你管 好 我下次绝对不管 还有下一次啊 你不是要跟我一起喝咖啡吗 本小姐改主意了 不去吗 不想知道蝴蝶重生的答案了 不想 因为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倒霉鬼 女孩子 别把倒霉挂在嘴边 小心倒霉会传染的 传染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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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l 好 笑什么呀 按照您的命令 我们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行动 威胁如初和荣家四姨态 一起交出雷霆计划 下一次时日 知道了 知道 大姐 有什么事吗 刚才啊 忘了牌友打电话 说咱家阿初呢 我说他可张狂了 最近啊 到处都是他的新闻 什么得奖了 出国了 包括他被误抓又放了出来 那些报纸啊 都在替他说话呢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他到底存得什么心呢这是 我看哪 你这是多事 这报馆不是咱们荣家开的 人家想登什么就登什么 这阿初呢正符合他们的口味 那他也该检点 避嫌呢 他到底是个来路不明的人 你看 他吃的穿的用的 哪样跟大少爷不一样啊 人家外面不知道底细的 还当他真是咱们荣家的小少爷呢 还给个什么 什么博士头衔 我们大少爷是什么人哪 我们大少爷心地善良 不去争那个名呀 利的 有朝一日 那个阿初要是得了志 那还不活生生地把咱荣家给吞了呀 你胡说什么 人家不避嫌正所谓君子坦荡 是 再说了 一个在国外获奖的留学博士 为国又争了光 在国内呢 报纸上正大光明地给登一登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真没想到 威廉这么快就联络上了 你还记得在英国的时候 他还是个普通的职员 人家现在可是英国的副领事了 以前在英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挺有野心的 巧了 这也是他对你的评价 是吗 还是换那套黑水晶的吧 我觉得这个金色有点乍严 可是我觉得这套衣服配金色 还是挺协调的 试试看 是吗 大少爷 三太太 你怎么什么事都自己弄啊 鞋带松了 放车 好 去备车吧 是 少爷 走 走 三姨娘 找我有事吗 不是 是大太太 是大 没事没事 我就是随便过来看看 随便过来看看啊 走了 走了啊 少爷 早 早 早 晓儿 少爷 您出门啊 报纸给我 您去哪儿啊 能不能 去邮局帮我寄样的东西 我们去英国大使馆 博士龙 走 威廉爵士 在伦敦新收购了一家酒店 他跟我说 他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 少爷 我是学医的 你这是出于拒绝性的提醒吗 商榷性的提醒 建设性的意见 我正在努力 希望满足理想对你的诱惑 威廉的姑姑 在教会医院工作 爹爹在家地府 景色十分优美 教会医院 还无偿提供 医护人员的住宿 免费的 值得考虑一下 少爷 你不会想告诉我 你还有其他的计划吧 少爷 料事如神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